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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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歡迎回到C對話 上一集已經討論得很激烈 今集繼續 請了中原地產的創辦人蕭穎青先生 和一個和理非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Jay展開對話 再次歡迎兩位 五大訴求一兩樣都可以改 可否在這裏再解釋一下 你怎樣改法 有什麼建議 改組行政會議 改組文集班底 起碼政府承認 某些決策 是時機不妥當 或者推動的手法 對民間的反應 預計不足 這是要承認錯誤的 承認錯誤 不是有關的人 要辭職 究竟誰辭職呢 是特首辭職呢 還是司長呢 還是港澳辦呢 我自己不知羅龍去馬 我就不講誰要辭職 但是政府要為這件事承擔 所以改組行政會議 特首都是行政會議成員 做了之後就有利於 反對派消消氣 不要太誤強 這些我認為是可以做的 在做這件事的同時 我認為要將示威遊行表達意見 以及示威之後 戰令馬路、破壞公物、執法警察衝突 這些行為要分開來對待 對於表達意見的人 我們當然不當他是暴動 但是現在看到有些扔汽油彈 射壓叉 射一些腐蝕性液體 那些很難 社會說完全不採取行動 所以我自己就贊成 大部份人都界定為不是暴徒 因為有些觸犯相對輕微的 例如沒有被批准的活動出席 某種程度下都非法紮結 但每個星期都會有很多 那些物品不去起訴 我覺得可以給了一段時間 可以自首 當然自首和特色是兩回事 但你不只是自己過 政府也能過得到 所以我贊成區別對待 給予一定寬鬆一點的處理 如果來自首 即使有個比較過激的行動 都可能獲得簡認 社會的矛盾就會沒有那麼激烈 這就是我提出來的方式 當然現在政府沒有接受 現在政府沒有接受 正正接受 我不知道 是香港的意見 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作風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就是 向來就是眼野 現在跟美國談判都是 談來談,談不成 有些條件是很辣的 他的底線定了 他就不肯移動 我相信他們的想法 沒有理由要什麼都會養完 以後我還需要去做事 這是政府或北京的看法 但我個人當然希望 希望不要將整一代的香港人都推向和自己國家對立的狀態 這種狀態 即是現在他們自己選擇 但是你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你一定要將多數人拉過來才合理 毛澤東說 誰是我的敵人 誰是我的朋友 這條線不可以戒得太多人去做你的敵人 我13億人怕什麼 但起碼在香港都應該爭取多些人的民意 所以我希望中央政府也好 如果特區政府也好 表示出一定的善意 又不是將這麼多人都推向一個對立的 其實我在這裡我想問一下Jay 如果施老闆說他這些意見 如果特區政府是接納的話 是否無論和理非甚至比較激進的年輕人 你覺得我接受 即是街頭的抗爭會員 你覺得呢 我又覺得呢 我問Jay 會不會呢 我覺得是這樣看的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我覺得他會接受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談 問題就是他現在顯示出的態度 先不說他接受了還是未接受 但他顯示出的態度根本不是跟你談 例如說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林鄭也說希望有一個對立對話平台 但他說對話平台的同一日做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開始慢慢去抓人 他抓了我們可以作為一個領袖 去跟他對話的人 問心那句我們200萬人 沒有可能一起喊給他聽 沒有可能聽得到 其實我們都需要有些人去代表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大台 但是我們都是有些人去作為一個代表去跟他談 但是那些人就被他拘捕了 我們會看到的情況就是 我們都沒有去到談那一步 他雖然說要談 但是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想談 我們會質疑這件事 所以就著這件事來說 其實剛剛施生你說的話 我是很欣賞 絕對是很欣賞 可以提出一些這樣的意見 因為這些的意見其實很中立 也都好老實說 我們認為是practical 至少我認為是practical 但問題就是政府 他是不是真的會接受這件事 而我們不見得到他會接受 當然未必是政府問題 可能是中央覺得不可以 即是你們五項訴求 決一不可也定得太死板 當然 一決一不可就變得沒得做 覺得做來也沒用 我給政府的意見 就不是說做完即刻有用 但做完可以消消氣 可以減低矛盾的激發 但問題是他給你的態度是甚麼 至少林鄭給我們的態度是甚麼 我不是沒有回應 我只是不回答 即是觸自已失 但你也會猜到林鄭有時候 也不是她的一個決定 當然 我自己覺得是要practical 即是怎樣現實 香港回歸之後 回歸的國家其實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 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 他能夠容許他的領土裡面有一個特區 可以行資本主義 可以給香港人有一定的空間 其實你說他差極 他比香港的空間大 總比中國大陸更多 這個就是香港人不是必然實有的東西 是一個很特殊環境下產生的東西 我就是傾向大家不要輕易連僅有的東西都丟掉 即是如果你去爭取 因為世界有時不完美 不是每樣都拿到最好的 現實有這一段 香港有現有的特殊性 有比大陸更多的自主空間自由 至少我覺得香港的法治水平 在國際來說都不錯 我在不同的地方都做過生意 但是香港做生意 我那個安全性 我只要簽了一份合約 即使履行島的機會 即使履行島都可以拿到賠償的機會 比世界有很多地方大 所以其實香港的治安也好 市政管理也好 政府的效率也好 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你為了某些地方不夠完美 就不惜將現有的都推倒 這樣就很多人可能會付出代價 以後都很難重建 但我這裡有個疑惑 其實施生你之前都提到過 誠信很重要 做生意或者社會誠信很重要 即合約的精神很重要 香港產生一個特區的身份 其實我們是基於中英雷合聲明 50年不變 但我們作為市民或者一般的大眾 看到這個50年不變是否事實呢? 即是有沒有做到呢? 這個就牽涉到那個 expectation 究竟中央的承諾 它和你的期望之間有個差距 究竟原先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聯合聲明? 我有看過 其實它的聯合聲明 前面有幾條就是聯合聲明 後面大部份都是各自聲明 你把各自聲明的部分當作聯合聲明 所以和北京的態度不一樣 有文件在這裡 你看看哪些是聯合聲明 哪些是各自聲明 至少那份文件是爆出來的 那份文件就是我說 很多是各自聲明 不是它和英國一起的聯合聲明 是 但如果這件事 其實 雖然它和英國 即是你所說的各自聲明 但是這份文件放出來 是給了一件事 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五十年不變的 文件就是這樣說 你可以有一個說法就是 大家的 expectation 不同 但是這個可否作為一個說法 去包裝整件事 其實說五十年不變 只要是各自 大家有不同的幻想 我們香港人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發覺原來 它和我們你認為的情況不同 我們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在你的看法來說 爭取權益幾時都可以做 但是爭取的是可以爭取到的 因為爭取一些不容易爭取到 譬如上次戰中的時候 爭取公民提名 那個很明顯和原有基本法的寫法是不同的 不同的爭取不從都可以爭取 不同去爭取的時候 那個成功機會就少了 另外一人一票選特首 即使是候選人方面 先要選舉委員會制定 你說梁振英A、梁振英B、梁振英C ABC都要取選票的時候 他就會了解選民的需要 他就有競爭 另外就是如果你對民主有少少認識 就是民主不保證選到好的領袖 當然 民主的最大功能是切換不好的領袖 有ABC選 你都有機會切換有個不好的領袖 我認為我當時是主張先代的人 我覺得五代是對香港人不公平的 其實時間關係 我也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想問一下 你們倆都談到的問題 如果這個五大訴求 回到我們現在的五大訴求 是中央說NO的話 你們會怎樣做 施老闆 你覺得會有什麼結果 你先說吧 我說太多了 不會 我想如果這件事是中央會說NO的話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不代表我自己會做的事 老實說香港一定會利心力很強 不論以後任何官員或一些不同人士 他們做的任何對香港有建設性的事 其實對於一群 例如我這樣計算 或者其他更加年輕或不同的反對派人士 他們會更加不相信政府和中央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 只是我單講今次的運動 五大訴求當然理論上可以妥協 說我們是缺一不可 實際上的問題 我們見到不是能不能談 或者談不談的問題 而是政府根本沒有這樣的誠意的談 我們覺得他的態度根本不棄 不重視這個民意 這件事我們會相信比較重要 如果假設到最後中央 不覺得說NO 對於這一群我們正在做反對 我們正在示威的人 就是說我們的民意是不重要 可能是很重要 但對他們來說 不夠他們正在做的事更重要 我們還有什麼渠道可以發生呢 就是街頭抗爭的路 或者是其他更加絕望的路 好 施老闆 你說如果是中央處理 我自己不知是誰反對 但我認為他先把運動定性 例如顏色革命 要推翻中共 可能是恐怖主義 對香港的一國主權 他就以鬥爭的態度來對待 變成不接受 我是這個推論 但我不管哪位大領袖作出這個判斷 如果給我提意見 我都會告訴他們這個決定是不明智的 聽我的意見 我認為平復的速度會快些 和多數年輕人所結合的怨 一次燒不完以後 慢慢燒 燒就有個基礎 我認為回歸以來 基本法的推行模式 管治方式是不成功的 如果成功就不應該有這麼多離身力 所以應該是重新檢討 明白 兩條路 一條你真是 懶惹了 軍事統治強迫接受 另一種你還希望爭取 調動香港內部的一些 可以爭取過來的力量 慢慢形成一些接受 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 某一方面的權力 亦給自權本地 這方面可以在以後檢討 大家一起商量 所以我贊成 除了說獨立委員會 我贊成一個基本法修訂委員會 我想中央不會有很多 如果不改過管治模式 下半過渡期 一樣有問題 問題眾生 問題很多 有沒有解決到 不過無論如何 展開對話 都是第一步 今天非常感謝邵永青老闆 多謝阿J 下一集再見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